坐著行李箱的男子隨機找上路人攀談 帶著對方過馬路 看似像背包客路不熟在問路 不過實際上卻要帶對方去領錢 借給他錢還遺產稅 而且借了還不還 這名遺產哥最近都出沒在中立火車站附近 專挑落單的男子行騙 變成因為父親過世 留有七百萬元的遺產 繳不出遺產稅所以要借錢 還向被害人交換聯絡方式 保證繳完稅後馬上就能還款 沒想到遺產哥拿了錢卻失去聯絡 民眾才驚覺受騙上當 趕快報警處理 中立警方獲報後發現 這名遺產哥前前後後 騙了五名被害人 總詐欺金額高達三十多萬 康信嫌犯向警方公稱 自己父親確實有留下一筆遺產 但因為家裡人不讓他回家 所以才無法繼承 不斷稱自己不是詐騙 真相到底如何有待調查釐清 記者劉志展李宗澤桃園採訪報導